大家好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Gorilla剪刀不沾膠的能力 那不沾膠的能力對於把文具剪來說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當你在使用文具剪式 常常會剪到一些膠帶 或一些比較有黏性的物質 那這個時候就會讓你的剪刀刀上面會有殘膠 那一有殘膠的時候 他剪一些其他東西就會發現有點不利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 用這個影片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當這三把剪刀在剪切這種黏性的物質 不小心上面加入殘膠時 我們要把它去除的難易度 那首先我們先從A牌的剪刀 那我們可以開始看 我們故意用的是這個很黏的泡棉膠 就是故意的想要讓這個殘膠可以黏在這個剪刀上面 那我們再來進行剪除的動作 那第二個呢是低品牌的剪刀 好 A品牌的剪刀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殘膠其實還蠻難去除的 應該是完全的去除不掉 以一般的衛生紙來說的話 那B品牌其實 雖然說它是有鈦金屬 不過其實就物理特性而言 鈦金屬的抗沾鏈能力 還是沒有GORILLA這種鐵布隆的好 那最後呢就是GORILLA的剪刀 剛剛可以看到我們剪了非常多膠帶在上面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膠帶 那一拿下來可以看到 結果沒有什麼殘膠 然後輕輕硬插 完全一下就沒有了 那這個原因還是因為鐵布隆 抗沾鏈能力非常好 而且GORILLA用非常厚的塗在上面 而造成這個不沾鏈的效果 可以看到剪切紙還是非常的順暢 那假如你這上面已經有剪刀了 有這種膠了可以看到 就剪不太下去了 它會黏住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把文具剪它的不沾膠的能力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原因 那以上就是GORILLA剪刀不沾膠能力的介紹 最重要的是GORILLA剪刀不習近 打算中的狀傷 ul públic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